吉吉天心瑶建瑶至今已走过69个年头 为了让民众认识陶仪文化 瑶组办理吉吉陶仪节 暨天心瑶69周年庆活动 现场瑶景嘉宾共同切蛋糕 祝福天心瑶69岁生日快乐 天心瑶在我们南投的地区 是代表传统的蛇瑶的一个 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 重要的这个古瑶旨 那瑶祖天心瑶的这个林清和老师 他也是传统南投桃跟蛇瑶 修造技术的一个保存者 他拥有两校技术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南投桃的这个 整个传统技术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存者 那我们也希望替着这次的这个瑶幸 欢迎各界能够到我们这个传统瑶场 来选购产品跟参与活动 69周年庆 然后基于第26届的极机逃逸节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广大的民众可以更加认识 极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逃逸文化 然后并且知道说 台湾的蛇瑶文化 其实是已经是 以永续传承的观念 在持续进行当中 天星瑶第十代林星节指出 极机逃逸节活动非常丰富 除了有寻宝市集让民众坚保外 更举办趣味竞赛 给亲自体验做逃乐趣 也可以来逛传统蛇窑内部 感受柴烧过后的余温与氛围 我们今天有准备寻宝市集 可以让大家来就是来现场去挖宝 然后有准备很多跟逃逸相关的活动 比如说有寿星的摸彩 然后有纪念品的发放 然后也有家庭的逃逸竞赛 并且来这边可以参加我们的 来看我们整个蛇窑内部生产的过程 那我们老蛇窑上个礼拜刚才烧结束 也可以进来看看 柴烧过后的蛇窑的氛围 比如说还有一点热热的余温 然后看看那种传统蛇窑去柴烧的效果 那最后我们的蛇窑的名字叫做天星窑 也叫做极极蛇窑 欢迎大家有空来到极极网 医院黄春林表示 极极天星窑早期以生产水缸米缸等生活用品为主 随着时代变迁 近年来转型有成 除保佑原有的老蛇窑外 在推广陶艺文化方面非常用心 欢迎民众前往天星窑体验做陶的乐趣 那极极天星窑是我们早期的蛇窑 为了让更多人对陶艺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以举办69周年庆来一个极极陶艺节活动 也希望透过这个四级活动 有一个里面有淘宝 还有家长带着我们孩子们来创作陶艺 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极极的陶艺文化 一个人文的底蕴 欢迎各位乡亲来有机会来我们极极蛇窑 多参观多游览 主办单位表示 极极陶艺节系列活动延续到月底 欢迎民众前往体验做陶逛老蛇窑区 记者邱品逸极极采访报道